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近來 中美兩國的高級官員都不斷隔空交鋒 最近那一次 就是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 和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通電話的時候 就向俄方大吐苦水猛烈抨擊美國 到底他們兩位外長談了什麼 王毅首先說到 說美方赤裸裸奉行本國優先政策 將利己主義、單邊主義、霸凌主義 推行到極致 哪裡還有大國應有的樣子 美方轉嫁自身責任 借疫情對他國抹黑無所不用其極 甚至在國際關係中製造熱點和對抗 已經失去了理智、道德和信用 王毅還說 美方在對華政策上 重拾了臭名超注的麥卡錫主義 和早已過時的冷戰思維 粗意挑起意識形態對立 突破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底線 中方不會給美國少數反華勢力大節奏 但將會堅定捍衛自身正當的利益和尊嚴 首先什麼叫做麥卡錫主義呢? 其實就是上世紀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 在美國非常之盛行的一種政治風氣 這一種其實就是一個排外兼反共的運動 通常就是在沒有足夠的證明下 指控某些人是共產黨員之類的 就叫做麥卡錫主義 其實這兩段文字很明顯都要回應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較早前 連續地和重複地 針對中國共產黨所作出的猛烈評擊 現在中方便採取一些非常強硬的措詞 來反擊 接著最後那段怎麼說呢? 王毅就說 中俄作為負責任的大國 不僅要將雙邊關係持續推向更高的水平 而且要和所有秉持著客觀公正立場的國家一起 反對任何破壞國際秩序和違背歷史潮流的行為 共同維護好世界和平穩定 維護好國際公平正義 維護好全球進步發展 這就是王毅的主觀良好願望 在這趟電話當中 王毅似乎好像盡數心中情 而拉夫羅夫亦很會做 他就是附和王毅的意見 首先他就說支持 在疫情防控常態化的背景下 加強俄中的務實合作 此外拉夫羅夫還批評 說美方一向都是為我獨尊 近來更加是失去了偽裝 毫不掩飾 動一下威嚇或者要揮帽制裁的大棒 俄方反對在國際事務當中 實行單邊主義的做法 實行拉夫羅夫的回應 算不算是積極呢? 看起來其實 只不過是打官腔的事 因為根本上他都是 Lip Service 英文 只是說說說 至於在過去一段時間 究竟俄羅斯對中國 有什麼實際的支援呢? 台面上 暫時真的見不到有 而且還很喜歡抽中國後腿 至少近一個月已經有兩趟了 在6月的時候 中印發生了邊境衝突 印度方面緊急向俄羅斯購買軍備 俄羅斯竟然真的向印度出售坦克 而且不僅是陸軍的軍備 後來還有消息傳出 俄羅斯向印度空軍出售戰機技術和相關裝備 俄羅斯擺明知道你們兩家正在動手 知道你們幾乎變成仇人 尤其是印度總理莫迪 更加知道要推行印度製造計劃 待會又說要封殺抖音 封殺中國製造的手機應用程式apps 封殺抖音 封殺中國製造的商品 諸如此類的一連串措施 你仍然跟他合作 賺他的錢 即是不給面子 第二趟更加不給面子 就是俄羅斯駐中國大使館 我們說過 他們在俄方佔據 海參威160週年那天出了一條鐵文 就講解究竟 弗拉迪玉斯托克 這個俄方的海參威名詞 究竟是為什麼 原來意思就是佔領東方 擺明是潤你 落你面 然後環球時報的老總胡錫進 還很急忙地出來撲火 中國的網民都要認清楚 邊界的事實 領土的事實 沒辦法可以追究 諸如此類 擺明兩波都是抽到中國後腿的 但是 中國對俄羅斯有著極高度的包容 包括俄羅斯對印度授武 中國都沒有怎樣出聲反對 網民出聲也不算 官方也沒有 我就可能找不到 另外就是 關於俄羅斯使館 又有一些官媒的人走出來 幫你去撲火 所以 這個容忍程度真是極高 若然是其他國家做 晨早 中國駐當地的使館又出聲 中國的外交部又出聲 然後官媒又出聲 胡錫進又加把嘴 現在這兩波的情況 我絕對不會覺得 中國是被俄羅斯找笨的 反而還認為 中國是抵得暗 不怕吃虧 而且還側面地反映得到 中國的寬宏大量 而且就是中俄的友誼 堅如盆石 好了 我們又說說另一件事 也是關於中國的 最近 伊朗的外交部長 扎里夫 在一趟伊朗國會會議當中 公布了 原來伊朗和中國之間 一直就著一項為期25年的協議 談判當中 究竟這項的中醫合作協議 能否達成得到 暫時還未知 不過 伊朗外長扎里夫說 一旦達成到的話 就會馬上宣布相關條款 究竟裏面有些合作細節 協議是說什麼呢 文本至今官方未公佈 但是 BBC 他們找到一份波斯語的文件 有18頁 他們翻譯了大概內容 原來這份中醫協議說到 中國將會在伊朗大幅投資各方面的領域 包括了能源 電力 銀行 電訊 港口 農業 鐵路等等 具體項目包括了 要在波斯灣其中一個島嶼 叫做格什武島 設立一個自由貿易區 而且還要在伊朗建設智慧城市 鋪設5G網絡 以及在多個伊朗主要城市建設地鐵 根據一本的雜誌叫做 石油經濟學人的估計 就說 中國最初五年會投資2,800億美元 而在交通和基建方面 中國會投資1,200億美元 說到非常大 2,800億美元 就是一萬億人民幣 即是會不斷地投資到伊朗 究竟這份協議的內容是堅定留 暫時中國和印度官方都不知可否 既無承認 亦沒有否認 但是這份協議本身在伊朗國內 已經引來很大的爭議 主要是來自反對黨的聲音 尤其是前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 到底他們批評什麼呢? 就是批評伊朗當局 當你要達成一個這麼重要 今天這麼龐大的協議的時候 為什麼可以秘密締結這個條約呢? 為什麼沒有諮詢到伊朗國內的民眾呢? 主要批評他們就是不夠透明 就是來所謂閉門造居 就是黑相作業 若然這份中醫合作協議 到最後真的談判成功達成得到的話 會對於國際關係有什麼重大影響呢? 首先最嚴重的衝擊 一定是進一步會損害中美關係 因為在2018年的時候 特朗普政府對伊朗重啟了制裁的選項 即是說伊朗現在叫救命 根本上它的石油出口大跌 而且石油生產是近四十年以來最低的 無關油價的問題 而是根本上被人圍堵了 它是不能夠用美元來交易 而根據BBC的報導 一旦中醫合作協議真的達成得到的話 預料是會使用人民幣來結算的 即是繞開了美元 首先這個第一個就是 會削弱到美元的地位 第二個就是擺明不給美國 人家對伊朗實施制裁 你專門跟他進行合作交易 這個一定會使中美關係進一步惡化 第二個就是 到底其他波斯灣國家 那些中東國家會怎樣想呢 本來你就要向沙特阿拉伯這些國家購買能源 但現在你轉向在伊朗購買 而且根據協議還說 會有特價優惠 而且還可以售數兩年 BBC就這樣寫 我不懂波斯文 我不知道 根據他的報導就是這樣說 故此 那個優惠條款是非常之大的 故此其他國家會怎樣想呢 會不會損害中國和其他波斯灣國家的關係呢 主要就是有這兩大影響了 不過究竟這個協議達不達成呢 目前你都說 還是言之上早 好了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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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